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某碳氢氧化合物 经分析后含重量百分比碳是70% 含氢是7.2% 再来其他的部分是含氧 那问说该化合物的分子量为138 要我们求第一个是化合物的减氏怎么样表示 第二个是化合物的分子氏又是怎么样的表示 那我们知道啊在这个碳比上氢比上氧的数量比的时候 也就是莫尔数比 或者是说单纯是他们的数量比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要做的是说我们要把它的什么 我们要把他们之间的这个重量 碳的重量去除以呢 这个碳的原子量 然后呢把氢的重量 w代表的是重量的意思 去除以氢的原子量 m呢代表的是原子量的意思 然后呢把氧的重量去除以呢 氧的原子量 所以我们付注一下 这边代表的是重量 这边下面代表的是原子量 相除就是我们的莫尔数 也就是数量的单位 好所以啊我们要怎么做呢就很简单啊 既然占百分之七十七点二趴 那最后剩下的就是百分之百去减掉这两个东西嘛 所以我们算的数字呢就会是七十percent 它的重量就含百分之七十 然后去除以它的原子量 那去比上呢 氢的话是七点二percent 那最后呢氧的话怎么办 就是一百去减掉七十 再减掉七点二 然后去除以氧的原子量是多少 是十六 那我们来算一下这样子的数字是多少 其实啊在这个计算之前呢 你根本可以直接把百分比拿掉了 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们是有一个一百克的这种碳氢氧化合物的话 那它的碳就是刚刚好占七十克啊 氢就是七点二克啊 然后氧的话就是一百减七十再减掉七点二克 所以你的百分比呢其实也可以都在计算的时候就先拿掉了 那我们先算一下一百减七十是三十 三十呢再减掉七点二的话是多少 是二十二点八 OK 那在这种繁杂的计算下化学呢 其实允许是大家可以拿出计算机的 那我们就把计算机拿出来一下 OK 七十呢除以十二已经写在这里了 是五点八三三三三三三 OK 所以呢我们来写一下 是等于五点八三 OK 比上七点二除以一就是七点二 那二十二点八除以十六呢 我们写一下 二十二点八二十二 写在这里 点八除以十六 会等于一点四二五 OK 一点四二五 所以我们写一下 一点四二五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计算呢 通常我们的习惯是这样子 把最小的当作呢 是这个什么 就是当它是除数 所以呢 全部给它同除以一点四二五 同除以一点四二五 OK 同除以一点四二五 那这样子的话 最小的这个数字 就会被约成一了嘛 其他呢 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值 大概是多少 就会比较有个感觉 好 我们就算一下 五点八三 五点八三 要去除以呢 一点四二五 是等于多少呢 是四点零九 OK 大家呢先记得这个数字 四点零九 那再来呢 如果是这个七点二 去除以一点四二五的话 七点二 去除以一点四二五的话呢 则是五点零五 所以我们看一下历史数据 这两个数据呢 这个会等于的是 等于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一个是五点零五 对不对 然后另外这个呢 算出来是四点零九 好 我们呢就把它写一下 一个是五点零五 比上四点零九 最后是比上一 那因为都已经是零五零九 这个数字都有点小了 化学呢 常常我们都是很粗略的 去估计 所以大致上比起来呢 就是这个什么呢 就是四比五比一 对不起 我们这边应该要导过来 应该是四比五比一 这边我们把它移动一下 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呢 弄反了 然后应该这个除起来是四点零九 这边除起来是五点零五 所以应该是四比五比一 好 四比五比一的意思代表说 它们的数量比我们算了这么一大堆的重点就在于说 碳比氢比氧呢 是四比五比一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这是最简单整数比 所以这个碳氢氧化合物的减氏呢 就是什么呢 它的减氏就是 C4H5O OK 那现在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它的分子氏是多少 OK 但我们可以知道一定是 它的分子氏呢 一定是这个东西减氏的整数倍 我们就这样写 它一定是这个东西的整数倍 那我们知道减氏它的氏量是多少 我们写一下 它的氏量应该是 C4 所以呢是48 4乘以12嘛 是48 再加上呢5乘以1 再加上呢什么 氧是16 所以算出来48加上5 是等于这个53 53呢 再加上16 所以呢 氏量是69 而最后分子量却是138 是氏量的两倍 所以很显然的 你就知道什么 分子量既然是氏量的两倍 就代表N应该要等于多少 N就应该要等于138去除以69 所以就是等于2 OK 所以分子氏呢 就应该是 你把2带进来的时候 分子氏就应该是C8 H10 O2 OK O2 这个呢 就是它的分子氏了 所以减氏跟分子氏 你都可以算出来咯 所以我们再回头来复习一下这一题 我们的重点是 如果今天我们知道碳氢氧的重量比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换成是碳氢氧的数量比 这非常的重要 而算数量比的时候呢 就像是算墨尔数比一样 所以就是把重量去拿来除以原子量 那重量呢 的部分 它给我们百分率的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百分率拿来当做重量来除就可以了 那通常除出来的数字会很丑 而且呢 你常常会需要计算机的辅助 但是没有关系 你就勇敢的把计算机拿出来 把它除一除以后呢 最后这把最小的这个数呢 通常是很丑的一个小数 当做是除数 那同除以后呢 通常可以找到一个比较接近的最简单整数比 这样子我们就知道碳氢氧的整数比是几比几 我们就可以写出减氏了 有了减氏又有分子量之后 因为你有减氏等于有适量 你只要看分子量是适量的几倍 像这个题目刚好是两倍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在整个乘以二 就可以写出分子式的式子了 这个题目非常的重要哦